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这个80年的人生和我整个法律的人生应该怎么来总结 我想一想 我的人生应该说是有三大转折和三大苦难 三大打击 因为对我来说回忆起人生应该说是一个很怪的事情 一个人的人生中会发生三个根本对自己来说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 那么第一个转折就是我考进了燕京大学以后 然后在北京解放了之后 我就随着这个革命的大潮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因为那个时候的革命激情是很高的呀 可以说也可以用一二九运动的那句话 中国这么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客桌 所以在那个时候 离开学校 参加南下工作团 改名字 因为当时凡是南下的 家在南方的都要改名字 所以我就随之改了 把我原来的名字也改掉了 为什么要取江平啊 就是因为当时叫北平啊 有的人说你既然就是在北平 你就叫江平吧 所以我就参加了工作 东西都弄好了 该扔的东西扔掉了 行李包也打好了 背包也准备好了 第二天早上就要出发了 头一晚上一道命令下来留北京 现在我们大家要感觉到要想扔开北京的户口 要到外地去 那真舍不得呀 可是按照我们那手依然决然的就是不要北京的户口了 我们同一块去的人到哪儿呢 燕京大学呢 最后很多人都在了湖北 就是咱你们这儿 因为那时候我们南下是四野的 陶柱是我们的南下工作团的主任的 我的一个同事就在现在的武冈的地方啊 就在这块去 是吧 所以应该说我们来的人也就到了武汉的湖北的一个什么地方吧 我当时如果要是不留在北京的话 我就现在说不定就在湖北的一个县里面呢 当了一个县长县委书记可能差不多了啊 也就在湖北的了啊 所以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折 这是一个革命洪流的转折 是不是 那么我留在北京以后呢 就是做团的工作了 这个团的工作啊 当初我们是负责建团工作 我们当时留的单位叫什么呢 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 这三个字应该说是但你们听起来都很怪的 是不是 我们还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还是北平市还是筹备委员会搞了建团工作 当初把这些人调出来呢 因为啊 我们在燕京大学啊 在北平解放的时候我们做了宣传工作 所以应该说擅长文艺吧 这个擅长文艺也没有多少擅长 无非就是唱唱歌跳跳舞这样的事儿 那么在北平市在文工团 后来叫青年文工团 工作了两年多 后来搞体育工作 当时什么工作需要就搞什么 突然间有一天告诉我 你被选中了 要到苏联去留学 这对我来说是从来想都没有想到的 我刚从学校出来又要回去 又要去学习 这个心也似乎好像做不下来 但是既然是国家的命令 国家的嘱托 那当然要去 当时我们搞体育工作的人说 你去学什么法律啊 干脆咱们学体育吧 因为这个体育工作现在也很需要 因为当初体育就是团世伟的体育工作 不该搞啊 我们当初搞了一个苏联的体育锻炼标准 我们想把它用在中国化 中国也在中学生里面搞一些体育锻炼的标准 人家说那怎么行啊 这是国家派的呀 国家没有派说学体育的呀 只有学法律的呀 文科是学法律的 当然也有经济学也有其他的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这么样的被选上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派到苏联去留学的学生 当年学法律的还有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里面到现在已经没剩几个了 或者说大多数的人学非所用 真的学的有所用的人现在也有很多故去了 所以应该说这是我的人生里面的第二个完全出乎意料的 从原来学法学新闻的现在改为学法律 从原来我的实际工作是搞团的工作 现在要到苏联专门来从事学习和研究的工作 当时配我们去的目的很明确 培养母鸡 这个母鸡是机器的鸡 母鸡培养做出更多的机器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去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目标 回来以后就是搞正法的教育工作和研究工作 我想这是我的人生的第二个一个改变 第三个改变对我说来也是更出乎意料了 因为你们知道当初拍到苏联去学习的时候 是政治上审查是以审再审 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才能排出去 那么可见我是觉得我出国的政治审查应该是没有问题 虽然我不是工农出身 但是我也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也不是这些 是不是 我的从高中时候就是轻降革命 应该说没有问题 我也没有经历了当时在国内的这些素反啊 政反啊什么反胡锋啊所有的这些也都没有经过 回来之后呢就把他安排了北京政法学院 安排北京政法学院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做苏联来的司法代表团的翻译工作 那时候跟陪着苏联司法代表团到处讲讲苏联的那一套了啊 你要翻译的话场合比这个大多了啊 那是很多的人在这来听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没有问题 没想到57年来了一个反右运动 一下的把我打入到了18层地狱 所以我比喻自己啊是从天堂之门一下的掉进了地狱之门 而且这个地狱之门说实在的也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为什么是我争取来的呢 因为当初第一批到苏联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都要第一年在苏联来学一年俄语 因为我没在国内学 那么这样的话呢除了有一个陈汉璋 他是确实出国之前就是翻译了很多东西之外 他直接升入一年级 而我们这些是先学一年俄语 再学五年的法律 那就说前后要有六年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六年太长了啊 一个人要到了六年再回来报校组 那多麻烦啊 那要推迟到一年啊 所以我正在原来稍微有一点的俄语的基础 那个基础大概有就是字母啊跟几个单字 所以我在头一个半年学完了之后 我就插班入了一年级 插班入了一年级 意味着我还要在以后的每个学期里面 把一年级的五门课 我要把它补考完 那这样的话 我最后比了其他的同学一样 我用了五年的时间 在五六年回来了 真正的是抢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经历 是不是 我想这个经历对我人生是太痛苦了 你们知道我在写诗词的时候 我有时候常常回忆到这一段的时候 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梦醒了 梦醒什么 梦醒自己 化了右派了 梦醒了自己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遭遇了 你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右派的概念 右派是政治上的敌人啊 只不过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啊 所以应该说 当时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 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这句话 对我说来永远记忆着 我要从原来是有点高人一等的这种地方 这种身份 现在我要变成夹着尾巴来做人 如果你要敢于抛头露面 你要敢于来表露出自己 那么又是会有更多的进一步的批斗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大字报 这个大字报不是揭发我的呀 是揭发校党委的呀 这揭发校党委的是什么呢 是说校党委在当时搞了一个小四清是吧 小四清的时候就决定把我要清除出政法学院 为什么要清除出政法学院 说我俯视青年 我这个当了右派我怎么俯视青年呢 我想起来了揭发我的几件事实 一个有一个学生他要回家 他没有钱 他没有向组织来提出来 他向我提出来 我就给了他一些钱 我说你就拿去回家去吧 这就是一条罪状 你为什么不让他找学校 而找你 那你不是拉拢青年吗 当初学生演剧 演剧要穿西装 穿西装没有找着我 找着我 我一看箱子里面还有西装 就让他去穿 这也是俯视青年 用西装这些东西来俯视青年 有一次学生到我家来说要跳个舞 我说我这个腿断了是要什么舞啊 我跳不了 他说苏联还有五角飞将军呢 你也可以跳 我就跟他跳了一个舞 然后说在宿舍里面跳舞来服饰青年 我就深深感觉到到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罪了 因为没事则好 有事的话什么都可以算作你的罪状 这就是我的三次的致命的转折 那么严格说来我的生命还有两次转折 那么再一个第四次的就是 右派从摘茂到成平反了是吧 七八年把右派的全部摘掉 当然保留了几个人啊 那么对我们来说完全平反 这个平反以后把材料完全退给你 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来处理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 居然到了能够和一般的同志平起平坐的这个地步了 因为过去摘了帽子也叫摘茂右派 他和你戴茂右派不太一样 但是他就是摘茂右派 摘茂右派你还是曾经是过敌人 是在这种情况来看的 所以这次一次转折 当然我还有第五次的想不到 这第五次的想不到就是我真正没想到 我会当上校长 我还被选进了人大 我还当了人大常委 我还当了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 然后一夜之间我又下来了 这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样高的荣誉 也没有想到会因此把我校长免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六四了 八九年的六四了 我想这个六四的事情 我按我的观点来说 我当然是应该下台 毫无问题 而且我在党委会上自己说出来 跳出来说了几些话 这些话我也肯定要被撤职的 但是最后我终究没有被撤职 被免职了 这撤职跟免职可不一样 撤职是处分的 免职是正常的调动 所以应该说六四的时候 我是在美国 我正好带了一个代表团 在美国夏威夷 跟美国人开了一个民法商法经济法的讨论会 那么我又是代表团的团长 在旧金山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当时播放的六四的现状 有一个美国教授现在来了 正好在北京 正好人民大学聘请了作为一个名誉教授 爱德华教授 他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中国现在很乱 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回去 我说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 如果我要挽回去的话 恐怕我这个命运就是很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带了团回来了 到了北京的时候还都是戒严的时候 最后在讨论我的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认为我还是爱国的 我还是把这代表团的成员 除了有两个人不愿意回来之外 经过了手续的时候停留 在美国留一段时期 其他我们都倒回来了 我想这就是我的人生的五大经历 是吧 本来好好的在大学 非得要南下 是吧 本来好好的工作了 突然间又留书了 是吧 本来留书好好的回来 突然间化了右派了 是吧 化了右派 突然间的又二十多年之后又平反了 平反了之后又给了很大的荣誉 但是一眼之间的又下台了 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个人生很正常的现象 我想这个人生的感悟对我说来我觉得是有三个方面的感悟 有的人老问我说这江老师你在最困难的时期你怎么样啊 你这个勇气怎么样啊 你们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的三大打击 那要说出来的话 可以说是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很难承受得了的 那么第一个打击就是政治上的打击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花右派了 第二个打击呢 就是我刚刚结婚的妻子离婚了 你知道我这个妻子 原来的我的妻子是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啊 她比我低一届啊 我比她高一届啊 我们在那个时候等于说都是每天都是摸在一起 但是有一条不能够结婚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约定好了 回国之后就结婚 回国的时候她是七月份 七月份回来的时候马上就结婚 结婚了之后几个礼拜 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我就化为右派 而她又是预备党员 预备党员在当时的在 因为照顾我啊 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呢 她的教员使人跟她说 你要党还是要江平 就是这么一个该问题 你要谁 虽然那时候并不主张来离婚 但是那个人是很左的呀 你要党还是要江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 任何人都感受到了这个压力 是不是 这个压力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对我来说最痛苦的 她是这边刚来离婚了 她没多久她又结婚了 这我思想简直是非常难受 所以你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她来说应该说是觉得很正常的人生 而我说来这个感情是很难改变过来的 恰恰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第三件打击事情 就是当初在我们北京政法学院在西山的劳动基地那儿啊 劳动的时候啊 因为当时那时候我们是在山上种了棒子 为了防备这些欢的把棒子吃掉啊 所以我们晚上都要去值班 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值班 那劳动的强度是很厉害的 那么正好秋天要秋收 当时带队的说 这个墩子呀就是碾这个庄家的墩子 要是把它放在高的这个梯田那儿啊 要是往下放很危险 弄不好要砸着人或者滚下去 所以让我们到当地的那个工地啊 去背两捆钢丝绳来 这个背就是所谓偷了啊 不经过人家同意把它拿过来 所以我在背完这个钢丝的时候啊 突然间火车从上面下来了 火车从上面下来的时候 我没听见 一心一意地往回走 结果火车从我身上压过 也就是说我当时被卷在了火车头底下 当时火车当然是滑行下来的 司机看到了我了也不敢马上停 因为那个桥很陡啊 最后是拖了我25米 把我从火车底下拉出来了 据看到的人说身上25处的伤 包括我的腿断了 包括脸上其他地方的伤症 马上把它送到医院 所以我这个生命某种意义上也是捡来的 是吧 因为正常情况下可能在那个时候生命也就完了 是吧 所以应该说这三大打击 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打击 我在免职言说的时候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相信历史相信人民 是吧 我以这两句话来告终 因为我认为历史是总是在前进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在往前发展 人民总是要是公正的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画了右派也好 对于我们这些人的遭遇也好 历史和人民总会做出正确的评断 我想在这一点上 你们今天是不会再有我们这时候的遭遇了 你们不会像我这样的一些 人生有大动大变大起大落 不会了 不会像我们那时候经历政治运动的时候 那样一个大起大落 但是今天对于我们的年轻的学生来说 你们仍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小起小落 所以在碰到自己人生的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想应该有一个乐观的精神 有时候我看到报纸上登了一些年轻的学生想不开 我们北京政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 前两天就有个学生从我们的行政楼上跳下来死了 而且还是网上谈恋爱 而且还是一个四年级的大学生 而且是独生子 当时真是很觉得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得你这么样来寻胆解呢 所以人的生命应该说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总是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来发挥自己的所学的专业来报效祖国 来为人民来做一些工作 碰到了一些的想不通的事情 应该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自己来解决 来理顺这些关系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第二个呢 我在我这个回忆录里面呢 有一个人在写我的文章的时候啊 他专门提到了四部精神 这个四部精神呢并不是我提出来的 这是胡适的一个文章 胡适里面讲到啊 他的做人的人生底线呢 是不降智 不辱身 不追求时髦 也不躲避危险 我很欣赏这句话 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写照 什么叫不降智呢 什么叫不降智呢 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你不能够把你的志向来降低 不辱其身就是不能够使自己的身格 身价呀 你的人格呀 有所降等 这句话的很重要啊 因为知识分子很重视自己的气节 重视自己的人格 你人格上你不能够降等 不追求时髦 也不逃避危险 我想不追求时髦就是不赶风 是吧 不逃避危险呢 就是不躲风 是吧 真的要是危险面临的时候 也不躲避危险 我想这个四部呢 应该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特色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优点也有缺点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就是 重名气 重气节 重视独立的人格 重视独立的尊严 是吧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动摇性 我想这个动摇性在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里面都表现了出来了 是吧 所以知识分子里面 当卖国奴 当汉奸的也有的是 是不是 最后随风漂流的也有的是 随风倒的也有的是 是吧 每次运动中都做积极分子也有的是 每次在运动中有检讨的也有的是 所以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看起来是知识分子身上一个很大的弱点 我想胡适提出来的四个不要 他并不是从积极方面来讲 我们必须要杀身取成人 舍身取义 没有提这样的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口号 是吧 而是从来不这么去做 不丧其志 不辱其身 不追求时髦 也不逃避危险 我想这就是做人的一个又是积极 又是不能够回避的一个底线 如果超出了这个底线 那就是做人就有缺陷了 是吧 我想这个问题跟我自己常常主张的指向真理踢斗 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当初学生让我提一个词 当初当然是在六四之后了 我就把我这句话作为赠给同学的一个证言 那么为什么提这句话呢 我是感觉到我们国家在对待真理的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有很多弯路啊 我常常讲啊 中国的讲了有八德 其中的四个就是礼仪廉耻 是不是 这个礼仪廉耻有时候叫做四维 国之四维 有时候叫做八德 这个四维也好 八德也好 为什么要加耻呢 耻听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字啊 耻辱啊 我怎么把耻辱当做一个美德呢 哦 原来这个耻这个字是要经常的来想到自己的不足 只有想到自己的不足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只有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才有上进的勇气 才能有改革的勇气 是不是 所以把这个耻看得来是很重要 我想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共产党执政了之后有一段的时候提出来 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当初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后来我就怀疑起这个问题来了 怎么能说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呀 至少正确的够不上啊 因为我所经历的我们的一些时代 恰恰证明了共产党也犯错误 而且共产党也可能犯很大的错误 是不是 你想当初大妖精的时候 我们没有犯了多少 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啊 反彭德怀的时候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啊 且不说这个反右 就算是我们到了文化大革命 是党亲自领导的 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啊 而现在我们不去面对正视这些问题 文化大革命基本上不怎么太谈了 我的这篇回忆录里面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原来还有四万多字是六四时期的回忆录 因为六四我当校长当时参加了很多高层的一些会议 也包括一些人当时怎么说的 我把这个四万多个字交了 最后法律出版说这四万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出 因为上面是有命令在那儿 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涉及到六四事件的一律不许出 可是这是历史啊 这是事实啊 为什么就不能让出呢 因为回避 共产党有很多的东西刻意的回避 那就是说涉及到它的错误和失败的一些东西 是刻意回避的 这就不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态度啊 如果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态度 是应该不回避任何风险的 是不是 由此我就又感觉到 我们党在历代次的运动中 我们很缺少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老百姓最眼睛是很雪亮的 你哪些做的好也不会给你否认 你做了错误的地方也不会为你去掩护 是不是 你只要是正大光明的 老百姓是可以来理解的 为什么现在还需要有一些的人 恰恰来愿意来做一个你的对立面呢 对你的一些的不愿意提出来东西来提醒你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是需要我们很好来思考这些问题 我很最爱说的另外一句话 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思考思考再思考 我给有些同学我提字我就提这两个字 前一句话应该说是很清楚了 学习学习再学习 人学习到活到老要学习到老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但是我为什么对思考思考再思考 愿意把这个问题特别提醒呢 因为我们太容易盲从了 我们常常为一种主义也好 一种观点也好 一种的说法也好 我们支离于其中 而不能够独立去思考一些问题 而人是永远是思考的动物 人要是离开了思考 他就不是一个高级动物 所以人应该不断的思考 只有不断思考他才不断进步 我所说的指向真理低头 绝没有自我狂妄的意思 并不是我来代表真理 而是我在不断的寻求真理 我要是不断的去追求真理 而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人生方面的第三个思考呢 就是我感觉到中国现在是很需要有启蒙运动 特别在民主和法治上的启蒙 我们的市场经济可以说经济上的启蒙 是吧 大家知道我们宪法里面写了市场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启蒙 而政治上的启蒙就是民主的启蒙和法治的启蒙 而这一条应该说在中国说来还是很欠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希腊民主的那个 希腊国家和罗马国家的那个民主的最早的实践 我们最早的应该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民主的启蒙 是吧 还花起放百家争名应该有一些 但是我们没有像古代希腊 是吧 那个民主共和国 或者说像是罗马的早期的民主的那个传统 当然那个民主传统也不是现在的代义制的 是吧 那还是直接民主的性质的 是吧 尤其中国缺乏像文艺复兴时期那一段的启蒙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很缺乏一个像文艺复兴的时期 真正能够以人为本的那样一种启蒙 是吧 我们有时候还记得欧洲国家的这种启蒙实际上以三二为标准 第一个二就是renaissance是唯一复兴了 这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以人为本 第二个复兴很重要 那就是religion reform 宗教改革 原来的宗教改革 宗教法庭 那是完全以神的意志为本 而真正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那是实现了以个人为本了 新教是以自己的脑子里面的体验的那个宗教为本 而不是神的那个宗教为本 所以他没有像罗马教皇的那样的一个统一的职制啊 这也是一个人的解放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啊 是吧 那么第三个跟我们也很密切的关系就是罗马法的复兴 因为原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在宗教的法的时候是以宗教法作为它的主轴 而真正到了罗马法复兴又把罗马时代的那个民法那个司法又重新启动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史 我觉得我们现在老百姓之中的民众的这种领袖的思想应该是还是很重的 坦率说来 现在的在老百姓之中的迷信毛泽东的思想仍然是很重的 可能在知识分子里面情况不同一点 你要拿我来说我本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感情 我是没有像现在一般的老百姓那样到了一个迷信的程度啊 这是不是跟他的所了解的真相有关呢 还是有些别的什么原因呢 但是我是觉得好像中国的启蒙还不够 老百姓就是一个感觉到毛主席好啊 毛主席伟大呀 具体怎么样的伟大具体怎么样不知道啊 就跟过去他所想象想象的这个皇帝一定是好的呀 我要认识有一个皇帝开明的皇帝多好啊 我能够有一个像包公这样的人都多好啊 所以中国总是希望于一个个人 这个个人能够是英明的 这个个人是公正清廉的 那么既希望于这样的一些 而不期望于在自己的知识领域方面 能够扩展的到很好去思考啊 去思维的到这个程度 我又老老觉得也觉得中国人的这个 刑法的思想啊 好像也是缺乏启蒙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 我记得赵氏孤儿曾经改编了一个电影 是吧 改编的电影的跟现在的历史上的 赵氏孤儿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京剧里面的赵氏孤儿到最后 陈英啊把赵氏孤儿养大成人呢 告诉他呀 他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啊 结果他为父亲来报仇啊 把奸臣给杀掉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结尾啊 我把这个孤儿养大成人就是要让他报仇 报仇血恨 这是在中国合乎天经地理的东西 而新的改变的结果 最后这个赵氏孤儿说 凭什么我去报仇啊 为什么要世世代代去报这个仇冤呢 所以他最后放弃了报仇的思想 我不知道在座的学生 你们多少人赞成现在的这种结尾 我反正也很难接受 中国人古代讲的这个就是要报仇啊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现实中 如果一个杀人犯把你的亲属给杀了 如果不判死刑的话 他在法庭上可以怒吼啊 可以喊出那种极端仇恨的一种情绪啊 不杀掉你不解心头之恨啊 可是我们看看挪威的那个 那个杀人犯杀了七十多个 都是青少年的孩子啊 可是好像舆论没有多少人喊 一定要把他判死瘾啊 他好像觉得 只要让他不能够再去犯罪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让他终身坐牢也可以了 人们也可以接受了 所以这个东西方的至少在这些问题上 我觉得是变王者是成分差了很多 在中国根本没有存在现在废除死刑的可能 是不是啊 我也不做成废除死刑 而按照中国的传统的理念 也不可能去废除死刑 是不是 因为传统的思想就是约约相报啊 就是血仇要相报啊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能够来真正把文明的意识启蒙起来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文明的意识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基础 如果我们要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说中国的法治和民主没有希望 或者说它的到来还是很长的时间 现在有人问我中国的民主法治要到多久才能够实现呢 我说要靠启蒙 而启蒙需要时间 如果没有这一段经过启蒙的时间 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只能够在少数人中 只能在你们之中有根圣根 而在你们之中圣根了 实际上你们进入社会了以后 可能又受社会的寻陶 又受社会的返回的教育 可能你们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步了 所以中国的启蒙非常重要 刚才陈小军校长讲了 我的一本书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后来呢 后来呢 可能又受社会的寻陶 又受社会的返回的教育 可能你们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步了 所以中国的启蒙非常重要 刚才陈小军校长讲了 我的一本书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后来呢 北京的人文科学准备要编一本 100家人文科学的著作 法学他让我把我的著作编辑成册 我最后考虑的题目用私权的呐喊 我的私权的呐喊也好 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也好 有的人就问我 你为什么热衷于呐喊这个字 我说用呐喊第一个是无奈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有启蒙的意味 是不是 因为在中国 终究需要人去为民主和法治去呐喊 如果民主和法治不能在老百姓的脑子中真正生根 那么民主的思想和法治思想就很难建立起来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或者叫我的人生和人生的总结吧 我的想法 我的法律的这个我的所作所为吧 是吧 那么应该说呢 我的法律官呢 是完全不是我的第一选择 是吧 我的第一选择是新闻 是吧 那是我真正第一个选择 是吧 当时自愿选的是新闻 不过后来我也想开了 如果我第一志愿选的是新闻 那我可能比学法律我更早化为右派 因为当初的厌经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 几乎相当多的都化了右派了 因为呢 学的是资产阶级的新闻学了 是不是 那就更容易化了右派了 但是我还是修习 喜欢搞新闻 为什么我喜欢搞新闻呢 因为我学的新闻更自由 为什么新闻更自由啊 因为我们知道新闻 号称是无冕之王啊 是吧 叫第几个权力啊 是第四个权力还是什么呀 是吧 应该说 他是不受当权者来支配啊 他完全可以自由的来发表一个语论啊 而法律不仅孤躁 法律某种意义上还是比较保守 是吧 我常常讲 我说法律人呢是容易保守的 是吧 任何只要有律条的都容易保守 你们体会体会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宗教有律条是吧 也讲律法是吧 但是宗教就有原教旨主义是吧 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是吧 基督教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吧 所以更容易保守 是吧 法律人也是这样啊 我曾经讲过 我说 我在浙江杭州大学的那次光华学院成立的时候啊 有一位台湾的很有名的一个律师啊 送我一本书啊 那本书有马英九做的序 马英九做的序在这个序里面讲啊 他说他当初考大学的时候 他跟他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他父亲马克林啊 主张他学政治 他一定要学法律 他说父子两个人就这个问题啊 长期没有得到共识 马英九的父亲说了一句话 学法律的人啊 司法观念太重 司法观念太重啊 啊 他的意思就是 他容易产生一种保守的思想 不像学政治的人 学政治的人讲究权盟 讲着利益 讲着多变 是不是 今天 我们是朋友 明天可能称敌人 后天可能又成为朋友了 是不是 所以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他是根据利益来确定的 而法律的人 为什么很容易产生保守啊 就是司法观念太重 你看法官总是一条 严格按照法律来解释 是吧 不能有半点通融 是吧 而法律如果没有通融的话 就容易产生保守 因为法律总是落后的 是不是 所以 对这一点来说 是我应该看到法律 是有它的缺陷的 那么 我自己现在分析 我搞了这些年的法律 严格说来真正是搞了三十年 三十二年了吧 是吧 他搞了法律 是吧 那么 我到底是应该属于什么样的法学派呢 我是自然法学派啊 还是社会法学派啊 还是历史法学派啊 还是阶级斗争法学派啊 我到底属于哪些啊 当然我考虑到我绝对不是阶级斗争的法学派 是吧 现在我们也很难再说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法律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了 是吧 我也很难像德国的那谁一样 我是一个国家法学历史法学派这样的一些 我觉得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法学派 我懂的是怎么评价是吧 或者说搞民商法的人本身来说 他很容易是自然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的结合 为什么自然法学派呢 因为民商法的东西显然要跟经济结合在一起 是吧 而跟经济结合在一起 你就要讲究经济规律 而讲究经济规律 你就必然要倾向于自然法学派 是不是 社会法学派当然了 民商法很多都是实际工作 但是我觉得我的思想 基本上应该属于自然法学派这种思潮 都衍生出来的一些东西 我记得我在八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讲到民商法的基础呢 就应当是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呢 就要注意市场规律 而规律呢 自己本身呢 又是跟法律有密切的关系 是不是 大家在座的人现在学俄文不多了 俄文的那个 这个字就是 又是法律 又是规律 又是经济的规律 经济学的规律也是这个字 你们学的英文 书尔这个字怎么样啊 既可以是法律的规则 也可以是经济的规则 凡是规则就是书尔 是吧 所以应该说 在西方国家 这个法则和规则应该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么中文不太一样了 是吧 你们知道 我们现在有个很著名的经济研究所 叫天泽 听说过吧 毛鱼士啊 他们的 前两天我参加他们的一个讨论会 天泽英文怎么翻呢 天泽是讲的天的规律啊 这是从中国的古文里面 用了一句话吧 我不知道他用了是上书还是哪本书里面的 讲了 就是天的规律啊 人间的规律啊 他英文翻成到现在是用了uni rule 前面一个uni 是吧 后面一个rule 那不是uni rule 你也可以翻成宇宙的规律 天泽嘛 是不是啊 就是天的规律啊 但是你也可以翻成共同的规律 有你也可以翻成共同的规律 这个天泽这个字用了好啊 他把经济学和它的规律把它联系在一起 我在二十年前 我在八十年代这篇文章讲啊 我说我们国家我们的立法 吃了这个亏 吃了因为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 它把它看作主观成分太多的一个东西 而把它的客观成分看了太小的这个规律 那损失就太重了 因为你过分强调了主观的因素 人的能动性 那就变成人有多大胆就可以生产多大产 是不是 我说能够生产一万吨一万斤粮食就一万斤 你明天说能够生产两万斤就两万斤 你今天说明天要是十五年抄英国 你也可以多少年抄美国什么 那你愿意这么想怎么想 而最后我们看到我们的法律如果违背了经济规律 最后是头破血流 我们没有任何进步反而退步了 我们也变成了历史的大倒退了 所以搞法律的人投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 你不能够逃避经济规律 在这一点上来说 你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该比 我们虽然叫中国政法大学要高明啊 为什么你们高明啊 因为我们就是政法呀 我们完全把法律当作一个主心中轴来研究啊 你们是在财经下面啊 别忘了啊 这个思想可真不要小看啊 我是很推崇经济学的 你们也知道我跟吴敬连教授搞了一个民办的 红泛法律经济研究所 也是这个道理啊 吴敬连教授就叫吴市场啊 他是搞经济的了 他涨经济规律啊 虽然他到后来他痛切的认识到 没有法治是不行的 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最后一本书叫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是不是 我想在这一点上 我们应该看到啊 经济学是法律的基础 尤其是我们搞民商法的 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基础 是吧 我们所讲的市场规律都究竟是什么规律啊 我想市场规律 起码有两条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吧 第一条就是 市场经济是需求决定了生产 消费决定了生产 对不对 今天社会有多少人来消费我生产多少东西 是不是 而不是过去我们计划经济下面的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是用生产来决定消费 我们先决定生产什么 然后大家就按这里来消费 今天我生产的有你就消费 我生产的没有你就甭消费 这不是违背了人性的观念了吗 违背了人的需要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改变可不是小的改变呐 不是我们把计划经济改成了市场经济 就万事了极了 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 就是要以需求作为人的最根本的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市民社会中人的需要 他生早病死 他的住房啊 穿衣啊 行走啊等等啊 都是有他的需求 是吧 这些是市民社会最根本的东西 这条规律应该是永远掌握 那么第二条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了 价值是市场决定的 不是人为所能把它扭曲的 就算人为了扭曲了也不能长久来扭曲 价格不能够长期来脱离价值 是吧 这一项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我看这一条对我们来说 等于说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那就是既然规律是主要的 那就要承认共性大于个性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共性应该是主要的呀 共同的规律嘛 天则既然翻成uni rule 那这个 rule应该是大家都应该是遵守的呀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点 自己的特点不能够太过分强调啊 如果把个性超过了共性 那就是违背了一些人类共同的善良的东西啊 所以我现在还是很提倡啊 这个法律和经济的结合 这个法律和经济的结合啊 应该创新为或者不叫创新吧 应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律经济的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的方法 是吧 而不是两层比 而是我们在研究我们的民商法 研究我们的司法的时候 我们始终要掌握这个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是吧 只有法经济学的方法 才能够更好的体现经济规律 才能够更好反映了经济的成果 才能够更好的体现发展的方向 这样才更好 那么我的第二个努力呢 应该说是 我不仅是具有这种自然法的思想 我还是追求建立一个市民社会 和符合市民社会的司法精神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吧 我从改革一开放 我就在中国政法学提出来搞罗马法 我们要深刻研究这个罗马法 我们不是去研究罗马法的词条条文 是吧 终究那是两千多年的东西了 老了 我是很反对 我是很反对把罗马法当作原始的 也就是当时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 是吧 这是不行的 是吧 更不能够把罗马法当作原教旨主义去研究 那次我们在罗马法跟意大利的教授讨论的时候 我就当面跟他争论 我说你们现在提出的罗马法是按原教旨主义去解释 现在的罗马法的解释就得按两千年以前的来解释 一成不能变 那不行啊 社会发展的绝对不能一成不变呢 是吧 我们要研究的是罗马法的精神 所以当初中国法学让我写一篇文章纪念写一篇有关罗马法的文章 我当时开始选择的题目是论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 有的人说不好 我们现在的目的不是复兴罗马法 而是应该复兴罗马法的精神 是吧 所以我把它改成了罗马法精神的复兴 那么罗马法的精神应该是些什么样的精神呢 就是司法的精神 是吧 这个司法精神我觉得 我为之而奋斗的就是在中国复兴这些司法的精神 这个司法精神我认为在中国的现代的情况下 它有四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第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市民社会 它的基础首先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们现在所说的市民社会 英文字就是civil society 这个字可以翻成市民社会 也可以翻成公民社会 也可以翻成文明社会 因为civil这个字可以有很多的方法 是吧 如果在罗马法里面的市民法 它是civil 如果它后来讲的是公民 它就是公民 civil也是公民 如果civil要存在一个社会里面 它也可以是文明社会 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说 我们要建立了市民社会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公民社会 也就是文明社会 而文明社会很重要一个就是它的经济基础 它的经济基础必须是市场经济 在计划经济下面 在自然经济下面 在一种所有制的经济下面 是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 巴达的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 这些要看到 我们现在今年参加了WTO整整十年 有人问我参加了WTO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就是市场经济了 我说不是啊 这只说明我们接受了市场经济的规则 我们接受了这个规则 我们可以加入了 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这方面还差了很多呢 国家的调控 在价格方面 在外汇方面 在许多方面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发达的市场经济 我们大家都学过梅音的一句话 是吧 我想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第二根支柱 就是必须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为什么这一条很重要啊 这是市民社会的第二个重要的基础啊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平等的社会 那就不能够称作是市民社会 梅音的那个话 对我们每一个学法律的人都是一个真言啊 是吧 我们现在法律上这个真言不够了 我们到过了意大利学罗马法的人 很多都学习这个真言啊 是吧 徐国栋原来在你们这儿吧 是吧 后来还有几个你们这儿也拍到那儿 意大利学罗马法的 是吧 在意大利学完罗马法之后 他有些话是很经典的呀 英美法里面也有很多真言啊 是吧 你像梅音所说的 从古代到现代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这个从身份到契约 这是高度概括了两千年来 法律发展的精髓 是吧 原来是身份啊 身份是不平等的呀 在有皇权的社会上 哪里来着真正的平等啊 是吧 只有到了公民社会 才能够体现了平等 但是我们如果要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特权也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精神 这些问题是真的值得很好的思考啊 我在苏联学习这五年深深感到苏联这个特权 它看起来人人都是公普 但是一旦你当了总书记 担任了这些政治局的一些领导 他的特供啊 他的别墅啊 他的一些待遇都有很高很优先的东西 我们不要小看中国社会啊 中国社会有没有特权啊 有 是吧 我前天碰到了一个老朋友 现在是部长级的干部 是吧 你问他 车辆照样配备是吧 而且七天都得有车是吧 没有现行 你现行他的话他就不去参加不开会怎么办呢 是吧 秘书还要照样配备是吧 司机也是照样配备 人员也照样配备是吧 中国这么多的官每次经常要下来 而且现在活的时间都越来越长 是吧 八十岁九十岁是吧 还是部长级待遇 还得配备一大套的人 多少钱啊 在养活这些人啊 所以说中国这个官本位是很严重啊 是吧 这些官本位要解决其实很简单嘛 你像西方国家哪一个总统下来他也不就是总统吗 按照他的规定该有多少待遇就多少待遇 可是我们这就不一样了 你要想把官的这个待遇要取消 那等于说要了他的命啊 这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不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是不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厘清啊 国家跟社会的界限 为什么这条很重要啊 因为国家和社会是两个概念 国家不等于社会 社会也不等于国家 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弊端 这个弊端就是把国家和社会弄混了 社会的职能由国家来代替 对吧 我们知道 行政许科法在当初通过的时候啊 做报告的是杨锦宇 是吧 法治办的主任 他讲啊 他说行政许科法利法呀 的精神呢 就是能够由社会的市场经济的主体 自己来决定的 尽量由他自己决定 啊 第一个原则能够由市场主体自己解决的 尽量由自己解决 市场主体不能解决的 尽量由社会组织去解决 只有当市场的主体或者社会组织没有法子解决的 国家才来许可 这是很好的思想啊 国家是放在第三位啊 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不了的社会组织解决 可是最后咧 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仍然是政府大量的许可呀 审批呀 这样的一些 我记得 我记得我当初七届人大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就是88年了 是吧 那你现在都是23年了 以前了 当初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提案 是解决海南立省 把海南作为省啊 而海南的立省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海南要搞大社会小政府 什么叫大社会小政府啊 就是社会大一点 政府小一点 是吧 可是事过了23年之后 海南也是大政府小社会了 为什么 中央那么多的部下面没有怎么行啊 到了一个省有一个机构没有怎么行啊 也得设 所以越设越多 所以中国的这种习惯的势力 最后造成了 我们想搞大社会小政府也不行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得值得我们很好的来思考 那么第四个最重要的 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市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或者重要的制度 那就是私权的神圣 我想这个私权神圣倒并不是强调他的神圣怎么样 是吧 其实私权神圣无非讲的是 私权是社会权力的基础 私人财产是社会财产的基础 如果一个社会人 如果一个社会人私人财产都不能保障 那怎么能够来社会的财富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真正现在世界各国 谁再来讲私权神圣不可侵犯呢 法律上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概念 只不过是说明这个问题 只不过是说明这个问题 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应该看到 如果我们细心的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 我们在座的人现在恐怕 读马克思著作的也是很少了吧 我们那时候还真学过一些 我觉得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最根本的是两个解放 一个解放就是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约束下解放出来 这是马克思著作里面通篇几乎都讲的这个问题 解放生产力 第二个就是共产党宣言讲的 把人从旧社会的舒服中解放出来 是不是 我想这两个解放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讲发展是硬道理啊 谁有没有给我解释解释硬道理是什么意思啊 我理解硬道理就是它是属于目的 而不是手段 手段可以分成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手段可以性设性资 但是目的不能够讲性设性资 既然我们都是要发展生产力 那发展就是硬道理 既然我们都是要解放人 那么人权就是硬道理 不论你是给人什么样的权力 是集体发展的权力 还是个性发展的权力 只要是给人的权力 就是应该赞成 对不对 既然讲人的权力越多越好 人的权力没有什么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 只能够说在斗争的时候可能会区分 美国用人权跟我们来做斗争 我们也发表人权白皮书来跟他做斗争 但是真正的人权不应该分资本主义人权 还是社会主义人权 所以这问题应该这样 那么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宪政社会主义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贺卫方同志 最近我看他的一个什么方面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吴敬连教授就跟江平教授都有一个转变 吴敬连教授的转变是原来从经济学现在转到了法学 倒不是说专业转了 而他讲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 他说江平这个教授现在也变了 原来是呼吁私权 呼吁司法 呼吁市民社会 呼吁私权精神 到现在也改了往功法方面转了 现在也是张口就来谈宪政了 我想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产生我这个转变的应该说 一个是当初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了一个社会主义论坛 他邀请我去参加 也做了一个主题发言 我在那次主题发言上我就着重讲了宪政社会主义 那时候正好是 原来的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写的民主社会主义 之后不多久 我就讲到了宪政社会主义 实际上宪政社会主义是跟民主社会主义相对应 相呼应而提出来的 之后有的人就来采访我 你对于宪政社会主义的看法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起因 那么后来宪政社会主义呼吁的人越来越多 西北大学的华饼校 还有我们去年过去的蔡廷建 蔡廷建等等 北大的张千帆等等 都在呼吁搞宪政社会主义 我这次要回去就是因为礼拜日 有一个蔡廷建的纪念会 一周年的 我在里面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发言 也是呼吁这个宪政社会主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从司法转向公法的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物权法的刺激 我觉得物权法是私权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私权发展到了这个时候 我深深感觉到 中国的私权的危险 主要并不是来自另一个私权 而是来自公权力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私权侵犯的主要的危险 是来自公权力 而来自公权力 我们有了行政诉讼法 我们有了行政服役的有关的制度 但是我们缺乏宪法的私权保障 也就是说我们还缺少宪法诉讼的这个渠道 缺少了这个渠道 等于说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财产权和私权 没有真正从法律上有一个更好的渠道来解决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 我觉得研究私权到了最后 必然要奉告公权力和宪政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就很有点像 当初对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 李慎之老先生 大家也听到过 我在七届人大的时候 跟李慎之教授吧 应该说是有五年在一起 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 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俩在那说话还很投机 因为都是教授 而且说话也很投机 他很开放 他说话可简直比我大胆多了 他当初他就讲 他说六四的时候 我就告诉胡乔木 他都是谈事说 告诉老头子 小平同志 就是千万不能向学生开枪啊 开枪就是千古罪人啊 他敢这么说啊 而且那个戒严的会他就拒绝去参加 他说那个会我不去参加 啊 当时通过这个游行示威法 他公开说啊 这个游行示威法 早通过不如晚通过 晚通过不如不通过 他说了很 中国真有一些敢说话的人啊 他无所谓啊 他是应该是在这方面很敢说的呀 他有一次跟我去贵州的时候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老江啊 你们搞法律的人最后有一个东西 你们是逃避不了的呀 我说什么问题啊 政治啊 搞法律要逃避政治有可能吗 你们说搞法律的人最后不讲政治 躲避政治有可能吗 没可能 最后你们必然在这个问题上 要跟政治制度发生冲突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这是逃避不了的 你要讲法律的话 你就逃避不了宪政 虽然在旧社会里面 宪政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但是今天我们的宪政是属于法学的范畴了 是不是啊 这就跑不掉啊 简单的说来 在宪政方面 我是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是吧 就我到处讲 有法律也不等于有法治 是吧 希特勒也有宪法 但是不能说希特勒有宪政 法治也好 法治也好 知识治理的也好 宪政也好 它是法律的三个层次的一个方面 法律有三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制度层面上的法律 你们现在学的绝大多数是制度层面上的法律 是不是 制度层面的法律 现在可以说有善法有恶法 因为制度嘛 它总是要变的呀 有一些它就是不符合实在的要求了 是不是 第二个是方法 这个是很重要 美国人讲法律很多是讲方法 美国的课堂讨论讨论了两个钟头 下课了 学生问老师你有什么观点呢 他说我没观点 我教你们的是方法 方法你要学会的话 以后法律再怎么改变你也不会改变 但是制度你学会了 可能以后制度一改变 你就不能够举一反三了 这说了很深刻呀 但是法律还有第三层面的就是理念 这个理念这一层的法治思想 理念这层的宪政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光有宪法 没有法律的理念 没有宪法的理念 那完全可以把消灭犹太人写进宪法嘛 那如果我们的宪法里面能够写进消灭略等民族 那你叫什么宪政的思想呢 宪政的理念呢 那不是被祈祷而秦之了吗 那怎么行啊 所以这条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宪法贵在实施 宪法不是空的 是吧 更重要的是在实施 我为什么对蔡丁建教授很佩服呢 就是他们这一批的宪法学者 没有把宪法作为一个口头上的 理论上的一个来研究 而把宪法结合在中国的实践中在研究 他研究什么问题啊 就业歧视 艾滋病歧视 乙干的歧视 教育的不平等 这是真正把宪法落实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了 我想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把宪法来落实 而我们现在宪法能落实吗 宪法里面所讲的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新闻自由 结社自由 都没有落实啊 我们现在没有法律啊 只有了一个就是游行示威法 而游行示威法呢 又是在六四之后马上仓促通过的 正向李慎之丑之说的 他早通过不如晚通过 晚通过不如不通过 当时那么匆忙的通过 看出来 他的弊病都太大了 是不是 这个游行示威法 就是禁止游行示威法 你要游行示威就需要批课 而没有一个游行示威是公安部门同意的 对不对 他根本不同意 不同意你就不能游行 而游行你就是非法 而现在非法的呢 又游行了 游行他又管不住 所以这种东西法律有什么权威了呢 所以这样的一种法律权威 应该说在老百姓的眼中 宪法也就是空的了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很大的一个 不注意宪法的实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把宪法应该建立一种至上的原则 真正的宪法至上 可是我们实践中怎么样啊 有的提出来 党的利益至上 是不是 而把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放在之后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也有的提出来 党的领导高于欠 是不是 甚至党的领导还是在宪法之上了 这个都是不合适的呀 我想我们现在的党的领导实际上说起来就是 党的常委的领导了 因为常委九个常委是至高无上的 而党的九个常委里面主管政法工作的 他又是至高无上 因为九个常委很少在一起共同来研究 政法工作的大政方制 具体工作就是 谁负责政法委员会谁来管 而各级的政法委员会又以 很多是以公安局长作为副书记 公安局长是常委 公安局长的地位 要比法院的院长 检察院的院长 检察长要高得多 我们 应该看到 一个国家没有警察是不好的 因为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的力量 但是一个国家要成为警察国家 就太危险了 我们现在也有点这样的倾向了 是不是 律师要害怕了 动不动被抓起来 所以我们应该防止这个倾向 要是不小心走到这个路子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又要走历史倒退了 这一点现在不是神经过敏 现在是针对着中国法治倒退情况下的 我的一个呼声 好吧 那么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宪法必须要有诉讼来保障 没有诉讼保障的权利 是空的权利 没有诉讼保障的权利 是没有落实的权利 所以必须有诉讼才有真正的权利保障 这一条请大家特别来注意 我们现在有没有宪法诉讼 没有 我们现在也明确规定 不许提宪法诉讼 我们有一位 苏州大学的教授 杨 杨什么 杨教授 他那天见了我说 搞行政法的 他说我写了一本书 就是谈到宪法诉讼 当时这本书没有人禁止 就印了 印完了之后中央有文件了 不许提宪法诉讼 所以这本书就规定必须销毁 他说我写的书我怎么能够留一本吧 留一本也不行 全部销毁 法律能够禁止到这样的程度 自己写的书出版了 因为中央不让出版 自己留一本都不让留 而且这是学术著作呀 学术著作能够禁止吗 学术能够禁止得了吗 思想是不能够禁止的呀 所以你要想禁止一种思想 那是太危险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又走到这一步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可以说 我们现在只是保留了一条 我们也有宪法审查 宪法审查原来我在七届人大的时候 就是88年到93年这一届的时候 当初要制定两个法 一个叫代表法 一个叫监督法 代表法很快通过了监督法 过了许多年才通过 当初讨论监督法 就是讨论到宪法监督的问题 当时我记得草案里面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中国建立宪法法院 一个是在中国建立宪法委员会 当然很快宪法法院被否决了 上头觉得宪法法院还是很难掌握 中国普通法院已经有了 宪法委员会可以考虑 因为它是在全国人大的下面 到一个宪法委员会 但是到最后出来的监督法都没有了 那么现在通过怎么样呢 宪法监督还是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 那么人大常委会有什么机关来审查呢 新设了一个局级的机构来审查 公民的对宪法的权力的申诉 他来审查 他如果认为有必要提交全国人大来讨论 是不是违宪 那就由他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讨论 是否违宪 很遗憾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有关违宪审查的议案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就这么多点了 我来讲解一下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你不得了解一下 那我们可以继续 大家可以继续